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秘密 近年来关于未来的科幻片越来越多了 有很多影片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比如日本电影秘密 影片中人类科技已经发展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拥有了可以感知人类过去的秘密 并能够通过对于秘密的提取来帮助破获各种悬案 秘密是由大有其始指导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影片是根据清水林子的同名漫画 秘密The Top Secret改编而成 讲述了科学警察研究所法医第九研究室这个特殊的政府机关 其市长发明了能够窥探死者记忆的技术 并且挑战连环的杀人狂魔相斗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就引出了关于秘密的第九部门 以及第九市长新刚和杀人狂魔小辈相遇结仇的剧情 毫不知情的新刚借助发达的科技 发明另一种可以将死者最后的记忆传入到活人的脑中 通过活人的脑电波 让死者生前的记忆在电脑中显示出来 帮助警察破获疑难案件 让曙光重现 于是对于新刚的发明耿耿于怀的小辈 就布置了一系列的杀人事件 弄得警方焦头烂额 直到十几个人受害后 警方才察觉到是杀人狂魔小辈犯的案 在严防部署下将这个杀人狂魔抓获了 但是好景不长 这个杀人狂魔竟然在第二天自杀了 这样整个案子再一次蒙上了一层迷雾 为了看清整个案子的真相 新刚让其手下林木克阳 连接了杀人狂魔死前的记忆 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和作案手法 但是看到真相的林木克阳却发了疯 不仅崩了杀人狂魔小辈的脑袋 还让新刚不要查看死人的记忆了 接着在情绪失控 想要开枪杀人时 被新刚击毙了 秘密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边刚刚平复 新的案件又开始了 一个自称杀害了全家的男人浩一来自首 并被判了死刑执行 但是警察却一直找不到 他声称杀害的大女儿 娟子的失手 第九部门再一次启动了新科技 查看到了死者记忆 原来这个自首的人并没有杀人 真正杀人的是他的大女儿 并且这个娟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他的生活非常的混乱 有很多的男友 而他这些男友竟然在同一天 集体跳楼自杀 所有的矛头再一次指向了娟子 从这些死者的记忆中 人们发现了真相 而这一切都与最初的杀人狂魔小辈有关 娟子是他死后在世界上的作恶的延续 为了弄清楚案件的真相 新刚最终选择查看 留在林木克阳脑袋中 杀人狂魔小辈的记忆 这一看 让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虽然后来经过了重重困难 找到了娟子 但是他为了防止被查看记忆而自焚了 秘密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悬疑片 影片结构紧凑 剧情一环扣一环 很是烧脑 加上气氛的营造 令人印象深刻 为我们揭示了 恶魔是每个人心中的秘密 但曙光终究会再现 至于杀人狂魔小辈 为何与新刚结仇 他的脑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能够让人发疯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去杀害这些无辜的人 就需要大家在影片中去寻找答案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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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